非常非常地感谢我们所有台下的设计师 我们这些金牌得主 金奖得主或者是艺术家 还有我们的艺人朋友 大家在过年跨年圣诞期间 几乎都是加班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有两位艺术家也生了他们的孩子 做完院子 非常的辛苦 那当然也有像念有珍出国玩了一趟 那也还是如期完成的作品 谢谢大家 非常非常地感谢 大家一起共产盛举来做慈善 然后跟新花三月一起做连展 那特别特别开心 我们大家一起为三个城市 注入一些美丽的风景 以洋年的这种各种姿态 来呈现各种风格 最后要谢谢新花三月 给我这个机会 因为我在策展界算是菜鸟 但是谢谢新花三月的信任 那我也是以爆肝的状态 来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也从新花三月上面 学到了很多做事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你看那些穿市服 手上都拿的run down 也就是说这里 主持人落断讲话 他们那里都看得到你知道吗 怎么都没有暗表操客 这个企业非常的厉害跟专业 那也是我们各界大家要学习的 还有这次的广告公司 执行公司 我非常的幸运碰到你们 然后碰到执行的单位 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我不多说了 因为最近比较容易哭啊 所以我就说到这里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娇哥 好的 那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啊 娇哥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喔 故事主持宫正一流啊 同时呢 还有这个高度的这个呢 艺术眼光跟敏锐的这个艺术眼光喔 那这边呢 其实这一次娇哥除了担任政策展人之外 娇哥呢 其实还实际的来参与创作了 同时呢 也是跟我们台湾的新类艺术家 莱雅琪的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创作 联名创作对不对 那这边呢 也请娇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一次的创作作品好不好 好 这次呢 除了宏毅老师的主灯 待会我们就会让它动起来 转起来 亮起来 那还有22支彩绘羊 当中呢 有两个部分 其中呢 有16支 就是由我们台湾的艺术家 还有这些金奖的设计师 来独立创作 那另外有6支 就是所谓的联名娘 我们有6组艺人 包括我 然后跟6位新类艺术家 那我的作品是跟莱雅琪老师 来 请起立跟大家挥挥手 以张大千的山水风格 搭配了我们两个 去搜寻来的全台湾 从台湾本岛到外岛的各地地标 然后把它安置在 所谓的中国山水画里头 它非常的辛苦 非常优秀